玩物丧志 周武王激发灭伤后 建立了西周王朝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周武王一面分封诸侯 一面派出使臣到边远地区 号召各国臣服周朝 涉与武王的威名 许多远方国家和部族 都先后派人到浩 向周王朝称臣纳洞 有一天 来自西方旅国的一位使臣 献上了一只叫熬的大狗 这只狗身高且体重 并且通人性 见了周武王还扶手行礼 武王看了非常高兴 命人收下了这只宝狗 并重赏了使者 这件事被太保招公事 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退朝以后 他写了一篇铝鸣 呈给周武王 劝他艰苦奋斗 不要使胜利果实毁于一旦 其中写道 轻易捂弄别人 会损害自己的德行 沉迷于工人玩弄的事故 会上师进取的志向 武王读了铝鸣 想到商朝灭亡的教训 觉得招公事的圈高是对的 于是把收到的贡品 分赐给诸侯和有功之臣 自己则兢兢业业的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建设 嗯